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花有凋零稀落,树有枯枝败叶 人有衰老林终,自然万物都有其生存生长的规律 而人过六时,体验风风雨雨,尝遍酸甜苦辣 也看透了人情冷暖 从前因太过天真而屡屡碰壁 现在就该活得清醒,过好每一天了 万年生活的真谛,老祖宗早就为我们总结完毕 他告诉我们,人过六时有两不碰,两不骄 学会了,人生之路也就顺了 零妖,两不骄,虽说在这个时代活到六十岁很常见 但我们还是应该多听老人的话,做到两不骄 一,不骄言,言是说话的意思 但不骄言可不是不让人说话 这里的言,我们取它的隐身含义,是争执争吵的意思 人到六十,已是耳顺之年 这个年纪的老人,要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做到多听少说 如果听到了与自己内心想法不一致的话 也切记冲动争吵 这个时候,老人应该冷静下来仔细思考 为什么别人会这样说 他们的想法从何而来 这个结论又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学会换位思考之后,老人的思想便不在偏激 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关键的思维方式 因为人老了以后,身体也容易出现问题 尤其是高血压 他基本上已经是老年人的老朋友了 一旦争执冲动 老人一怒之下就会血压飙升 再加上他们的血管比较脆 后果不堪设想 像脑出血、脑梗、心梗这些致命的危险都可能发生 所以老年人一定要记住不交眼 二、不交力 力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名利、利益 人到六十基本上已经退休 不论年轻时取得多么高的成就 这时还是要看淡名利 在其为谋其事 一旦退休 很多事情自然也做不了主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交换 一旦你无法给别人带来好处 那你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也不平等 所以人老了之后 不要再企图与别人交换价值 也不要留恋曾经多么辉煌 既然已经退休 那就开开心心安度晚年即可 二是指利润、钱财 大多数人在退休时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 尤其是老人 为了能够安享晚年 更是给自己存了不少养老本 但这个钱一定是不能动的 不能随意借出 也不要拿它去投资做生意 更不要被骗子欺诈 这是人老了以后躺在病床上的资本和底气 零二 两不碰 俗话说得好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既然老祖宗们警示我们六十之后 两不碰 那我们就要明白 这俩不碰是哪两个 一 不碰烟酒 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 都应该做到饮酒量的有效控制 特别是年龄超过六十岁 身体机能降低幅度较大 没有活性的新陈代谢效率 会降低消化功能 同时加重肝脏的负担 引起各种心脑血管病变问题 例如中风 高血压 酒精肝等 很多人在日常中有吸烟的习惯 长期接触烟会导致呼吸系统损伤 提高肺部癌变的风险 也容易引起气管方面的严重问题 一个老年人 如果在平时长时间接触烟 会增加老年般的影响 也会造成血管中出现斑块问题 从上述方面讲 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想要减轻心脑血管问题的危害 应该减少接触烟的频率 或者直接戒烟 特别是60岁后的老人 明显降低肺部运转功能 同时血管脆化程度更高 烟草燃烧时产生的有害成分 会加重出现的不良影响 引起各类威胁生命的疾病 烟酒是老搭档了 很多人都是同时拥有这两个不健康的习惯 而且还是资深的老烟鬼和老酒鬼 虽然家里人一直在强调 烟酒对健康没有好处 会增加很多疾病的发生风险 可作为一直都有烟酒习惯的人来说 想要戒掉灼时有点困难 可能有的人也尝试着改变 却没能坚持下来 最终又失败了 但这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 常年抽烟喝酒的老人更容易生病 因为他们常年被这些有害物质伤害 比如经常喝酒、酗酒的人 更容易患上肠胃疾病、肝脏疾病、心脑血管疾病 老烟民患肺癌的风险比普通人高 为了避免这些疾病威胁人们的健康 60岁以后远离这些东西更安全 即使以前一直喝酒的老年人 也最好在60岁之前戒烟戒酒 年纪越大时 家里人唠叨的也就会越频繁 主要是年龄大了 身体更加扛不住烟酒的伤害 若再持续下去 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就更大了 寿命可能也会被缩短 而且人过60 早前有烟酒习惯的人 有些疾病也容易爆发 如果能及时戒除不去碰 也是不晚的 可降低相关疾病风险 死亡风险也会随之降低 老年人在60岁后 身体衰退过程中 更易出现一些慢性疾病问题 这时喝酒会加重病情的影响 应该在平时尽量远离 一、不碰赌 有些人在60岁需要面对退休 之后的生活中比较悠闲 会经常进行各种娱乐活动 比如去楼下跳广场舞 或者与其他同龄人下棋打牌等 有时约几个朋友聊天 是一件比较惬意的事情 也有人会在这个阶段 养成打牌的习惯 一开始数值比较低 后续伴随沉迷程度加重 会慢慢增加分量 提高发生各种情况的概率 俗话说十读九书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远离打牌 但是有些人仍然会陷入其中 成瘾 赌博自古以来 就是扰乱家庭兴奋的罪魁祸首 导致钱财两空 家破人亡 6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 应该有自己的坚韧 有足够的退休生活 享受儿孙的年龄 让孩子放心 让身体健康 不要触碰一些 不利于健康和家庭的事情 赌这件事情 对身体也会不可避免 产生一些损伤 例如太入迷 没有充分的休息时间 身体长期处在高度运转状态 神经兴奋度过高 容易引起猝死问题 也会对自身的人际交往造成不变 同时降低生活质量 原有的家庭和谐度 因此不断变差 甚至因为某些原因 容易出现争吵问题 人际交流过程中 长期处在暴躁状态 不能有效控制自身情绪 容易出现肢体方面的冲突 同时抑制各脏气活性 更易被各种疾病找上门 老年人年龄超过60岁后 要保持生活圈的捷径 可以培养一些悠闲的兴趣爱好 例如养乌龟 有助平稳心态 说到最后 想必大家也明白了人到60 两不交 两不碰的意义 老人在退休后 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正确的地方 跳跳广场舞 养一些花花草草 都是可以放松身心的 人生苦短 何必为难自己 目光放长远些 遇到不顺心的事 看开一些 自己活得快乐 才最重要